一个超级妈妈 她有个外号 叫做气象局 原因是 你根本就不需要想 第二天穿什么 她这也已经帮你想好了 我的朋友小胖 我们两个从小就会一起去上学 那个时候她已经穿上了 这个白色的T恤 而我已经开始穿上一个棉袄 比她还要胖 她就站在那个楼道那儿 等我的时候会说 哎呀你这干啥呀 穿成这样丢不丢人啊 那我只能告诉她 对不起 你还小 你不懂 世界上有一种冷 叫做你妈觉得冷 这是我的妈妈 后来上了大学 大学的同学 给她送了一个外号 叫做江湖连环夺命靠 为什么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多久会跟家里人联系一次 一天一次可以吗 你们能接受吗 你在摇头好吧 一天三次呢 那肯定不能 我妈妈曾经打破过一天 给我打九个电话的记录 每个电话内容就是 你在哪儿呢 你吃饭了吗 你回家了吗 记得穿秋裤 这就是她 但是 尽管这样 我们的关系很和谐 从来没有过特殊的矛盾 所以我的朋友就会说 小鸡你看你 多幸福 家里有乌又有甜 生活乐无边 嗯 对 说这话的是我的朋友小Q 他从小 跟他的爸爸就是武力对决 解决问题 一个女孩子哦 有一次巅峰对决的战果就是 他的鼻梁骨里面还留着当时的骨头渣子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他也会说 小鸡你看你多好 妈妈每天还要给你送饭 都是皇家级别的待遇 对 说这个话的是我的朋友小A 他跟他爸爸的见面的次数 第一次还是短发 他第二次就已经长发及腰了 最让人觉得 心酸的原因是因为 他爸爸送走他的时候 还会特别客气地说一句 那个 慢走啊 亲爸 对 我有一个好爸爸 特别的好 他崇尚富养女儿 怎么样姑娘们 听到这个特开心吗 富养因为这什么 我有个大我九岁的姐姐 从小就开始学唱歌 学跳舞 十二岁之前 她已经把全世界 各地好像都走遍了 然后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丈夫 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吧 她就会主动地给我妈妈 买一件两千多块钱的 那个翻毛皮的打仪 特别时尚 到现在我的妈妈 每天都还在说 看你爸多爱我 她也会很爱我 应该 也许 大概 可能 原因是因为 在我三岁半的时候 我的爸爸因为是肺癌 还是胃癌 我已经记不清了 他就离开了 我就只能偷偷地 把他的照片 然后拿到厨房里 偷偷地看 这个男人怎么回事 来了又走了 他人呢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 你给我带来的这个缺失 是我任我后天 看多少书 做多少努力 都填补不了的 所以每当 我的那些小伙伴们 他们问我 哎呀你看怎么办 我又跟我爸吵架了 他又是这样 每天都烦磨磨叨叨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 特别想打断他们 我特别想问 哎 你能告诉我 跟爸爸吵架顶嘴 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吗 或者说 你能告诉我 有一天你放学 你突然发现 那个高大的身影 就在那接你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 再或者 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 那双大手拉着你 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你告诉我 叫一声爸爸的感觉 是什么 我站在这儿 说一个我以前 从来都不会 在众人面前说的话题 揭开我内心的一个禁区 给你们 并不是想告诉你们 我有多惨 相反我一点也不惨 我只是想试图去揭开 你们心里上的那层沙 想告诉你们 让我们的亲人发生了什么 他们做了什么 你依旧无法停止 爱他的脚步 因为你发现 这种爱是本能 它超越生死 其实生活有的时候 它特别用心良苦 如果它能的话 它一定会告诉你说 嘿 宝贝 你知道吗 我给你的所有的磨难 折磨 都是想再告诉你 你可以变得更好 要知道 伤害你的 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 尽管这个帅帅的男人离开了 但是他其实依旧在 因为我妈妈 每天的九个电话当中 有一半是在替他打的 就像我能够接受 妈妈这种肆无忌惮的爱一样 我也要给他 他缺失的爸爸的爱 朋友们 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 也只有他们 是这个世界上唯一 到现在还会对你说 过道开着点车啊 他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 还会对你说 记得吃饭喝水 他也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觉得你穿秋裤漂亮的人 这就是他们 岁月很长 然而我们能够跟他 相处的时间太短 请你们去理解他 最后我想说请你去觉察 光有爱还不够 因为你必须觉察到 他的创伤 他的那份痛 他的隐忍 他的敏感 请你包容他 原谅他 就像现在一样 我依旧感谢 这个巨帅无比的男人 谢谢他来到我的生命里 谢谢他给我这份爱的力量 让我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 每一次我看到妈妈给我送完饭 离开的背影 我就想到 龙英台目送当中的那一句话 所谓 父子 母女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鹿的这一端 看着他消失在小鹿 转弯的地方 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 不必追 未经许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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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